大家好啊 再聊聊这个中印边界争端啊 还是这本西班牙文的地图册 这个地方凹进来了 大家看见了吗 凹进来了 这个就这个地方叫阿克赛钦 阿克赛钦如果它是一个突厥语地名啊 阿克是白色 塞就是塞种人 也就是斯基泰人 钦就是在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的 包括蒙古语 包括突厥语 钦就是从事某种职业的人 那么是白色的塞种人的地方 无论如何啊 你看它 这个地方是被中国军队实控的 实际控制的 大概算中国的新疆的一部分啊 当然旁边还有一个克什米尔走廊 克什米尔走廊 这都是被中国占据的啊 那么它把这个画到了印度这一方 画到了印度这一方 但是它用的是虚线 虚线就代表是未定界 未定界没有最后划定 如果是实线 如果是实线 就是国界已经划定 那么再看这边 东边 这是中印边界的西段 这是东段啊 东段大家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阿鲁纳切尔邦 阿鲁纳切尔邦 阿鲁纳切尔邦 也就是中国说的所谓的藏南地区 有九万多平方公里是被印度人占了 中印战争之后 中国军队打胜了 我非常不能理解啊 打胜了 你为什么要退回来 对吗 这个为什么下这种的决定 毛泽东周恩来 你们怎么想的 这是西藏最好的一块地儿 大家看地图 紫色部分 紫色部分就是青藏高原 海拔高 同时看到紫色部分 下面那深颜色的黄色吗 那个代表着喜马拉雅山 那么印度洋 北上的暖湿气流 因为有几千米高的喜马拉雅山的阻隔 所以它不能有效的到达青藏高原 所以青藏高原 就是高海拔地区 高寒地区 苦寒之地 西藏最好的 最接近于热带 雅热带气候的 非常富庶的藏南地区 就这一块 后来印度 中方的军队 解放军退了之后 印度军队重新占领 并且大量的从印度内地移民 现在至少有几百万印度人住在这 你用军事手段还能征服吗 你还能重新占领吗 对吗 所以第一代的领导人 毛周等等 他们做了很多错事 六世达赖喇嘛的家乡 现在就在藏南地区 就是那个非常浪漫的诗人 六世达赖喇嘛 中段啊 这个小国家当时还在 这个小国家叫西金 事实上六七十年代就被印度吞并了 现在变成了所谓的西金邦 印度的一个邦 西金原来有自己的国王 西金基本上可以认定他是藏族 是泛藏族 大藏族的一个分支 西金人大概他们的民族叫雷布查吧 雷布查族 西金的末代皇帝 应该就是被印度软禁起来了 大家知道啊 中国政府认定的民族 除了汉族以外 还有五十五个所谓的少数民族 其中有两个只是在西藏独有的 其他省市没有的 除非个别啊 因为工作学习到其他省市的 但是市居的族族被被定居的 其他省市没有 只有西藏有 这两个民族也是大藏族的分支 跟藏族要很近的亲缘关系 一个叫门巴族 一个叫洛巴族 但是这两个族 大概只坐在 只只居住在墨托 墨托就是靠近 现在印度时空的这个藏男 这个阿鲁纳切尔邦 最前线 据说墨托是中国大陆唯一 唯一的翁雷万 唯一的不同公路的县 但是我又听说 前些年通车了 有很多这个旅友徒步的人 曾经去过摩托 非常难过去 非常难 我承认当年中国的后勤补给能力 没有这么强 很困难 但是我们有句话 不是说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吗 国土 日本人说过一句话 说城 城池 是建设出来的 日本人的意思 我战上就是我的 你要夺 咱们得打仗 得死人 你死得起人 你拼得起命 你才在跟我夺 不然我永远不给你 俄罗斯也是 北方四岛 日本人求他 我给你钱 叶利钦时期 穷 对吧 我经济援助 能不能还我一半 叶利钦 说了一个活口 实际上 他是为了要钱 普京说了 俄罗斯的国土 虽然广袤 但没有一寸 是多余的 就像当年 德国 纳粹 已经快打到莫斯科了 据说 有苏联的一个 连长 说过 说我们就死在这儿 说背后就是莫斯科 我是有这种 大中华情节 有人说大一统 就跟独裁有关系 这个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我真的不是一个独裁主义者 那是违背人性的 和人类的文明背道而驰的 但是可能我受 传统的教育 或者说 我太喜欢地理历史了 我真的觉得 那些地方 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 至于我们中国内部 实行什么样的体制 实行什么样的文化 各民族 各地区之间 有什么样的内部默契 又另当别论 刚才对 我又激动了 我又是hungry还是angry 不是饥饿 而是愤怒 don't worry 别着急 稍安勿躁 don't care 我跟大家说 这个刚才说到墨托 有门巴 落巴 门巴 落巴的 在中国境内只有几千人 但是他们在印度那边有几十万人 证明什么 证明人家占了便宜 人家把这个地区的主体部分拿走了 墨托县 可能部分的墨托县也属于山南 所谓西藏的山南地区 就是喜马拉雅山以南 但是不是完整的 大部分被印度占了 最富裕的 最温暖的 最湿润的 被他们占了 中国人这种浩大喜空 号称自己是什么天朝上国 这个毛泽东为首的 这个第一代的领导集体 鸭路江口的那些岛屿 长白山天池 和蒙古国之间的争端地区 达里冈嘎 达里冈嘎就是达赖 达赖 大海的意思 达里冈嘎应该也让了 印度的和印度之间的藏南 九万多也让了 缅甸的江心坡也让了 搬滚搬弄地区也让了 云南的西双版纳 据说意思是12个buff 12个山谷里的平地 据说中国只占了10个 这个西双版纳的歹族 歹 歹族就是泰国的泰 就是缅甸有一个自治区 叫胆邦的胆 胆 歹 泰 都是一回事 到云南广西 有个说法 红河 这不有条红河吗 后来流入越南 红河以北为壮 红河以南为歹 其实壮 胆 原来也是同一个民族 包括不一族 贵州的不一族 也是壮族的一支 民族学 人类学 社会学 军事学 地理学 历史学 国际关系 我都可以跟大家聊 我可以隐身出几百个上千个话题来 跟大家聊 我就是百科全书 这个前些年啊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 阿米尼到北京来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招待他 然后我的朋友负责翻译工作 南京大学的博士 介绍他跟我认识 然后这个哥们说 你简直像一个百科全书 可惜啊 我空有报国之志啊 也只能沦为泛夫走卒 亡命天涯 跑到西班牙巴塞罗那 在我的祖国 没有我 我想做的事 我想为社会做的贡献 我有志难身 我空有一腔热血 什么也做不了 哎 就说到这吧 我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啊 所以我的前半生也吃过很多亏 上过很多档